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旗鼓宣揚 我是張阿萱 好 加權指數今天開低走低 開低走低 幾乎收在最低 當然是受到昨天美股的一個 歐美股市的影響嘛 對不對 福斯汽車出包嘛 所以連帶影響到歐美股市嘛 好 我必須說 我的測標是沒有變的 本週的關鍵看路股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進入今天盤勢之前 好 請先看這邊 這是9月22號是昨天 前天我們8250買進的多單 我說我們尾盤全數獲利出場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天看我節目 我等一下會交代的非常的一個清楚 這個你是我的會員 我們昨天出了嘛 你也很清楚嘛 第二個 你是今天第一次看的 我會從最近一個禮拜 我們的整個操作邏輯以及流程 盤勢的應變 怎麼去應對這個行情 我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然後你看嘛 出掉之後 這個要80點喔 這個真的有獲利弱代才是真的喔 昨天9月22號弱代之後 你看這個172點 賺錢放口袋 還避開了100多點的下三 這樣不是很好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怎麼來喔 從9月17號講起 當時候我在節目中也請你去思考 量能指標倦丹跳空轉折 好 我知道啦 你會說 總而言之這麼多要怎麼看 好 很簡單 7203漲到9月17號叫做第19天 它出現了第三個跳空缺口 我也告訴你說 如果按照技術分析來講 第三個缺口叫做潔淨缺口 通常都會回來回補 第三個缺口 好 那會回來回補 是怎麼補的問題嘛 所以我說 你要看轉折嘛 當天是19天 20天是9月18號上個禮拜五 所以如果按照結果論來看的話 是不是這個禮拜一 9月21號是第21天 它剛好回補 對不對 好 好 但是問題是 9月17號要跳到9月21號 是不是還有一個禮拜五 9月18號的行情要怎麼應對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9月18號既然時間還不夠 8383做多嘛 對不對 這個是在 9月18號我們在8383做多 然後你看一路拉伸 9月18號是不是這一天 他是不是還衝了一個高點 他是不是還衝了一個高點 現貨衝了一個高點叫做 8488 8488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這樣順著做上去 而且你要知道我們是有出的 有出的喔 有出的喔 那這個架構於哪裡 很簡單嘛 變一個短高點 因為這個量已經出不來了 你第21天再出不來 我就要準備逢高K你 可是有時候計畫感不上變化 你聽我的意思嗎 上個禮拜五 歐美股市就中錯了嘛 對不對 那當然能不妨禮拜一就開低走低下來 好那你怎麼應變的問題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頭對我 你在操作進場之前 當然有自己的規劃 可是跟規劃不符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做應對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為 不可能大家看的行政都百分之百啦 老這種人你叫了 我去參加他的規劃 好那重點是什麼 同學們你看喔 重點是 好 9月18號我們搶了一趟短多嘛 為什麼我們不跟他拚第21天 還有一個高點 你也好啊 季線已經離這邊很近了嘛 大概只有2 30點 我們有沒有必要為了那個 2 30點的 還有一點點的高點 然後呢 這個缺口如果回來補是200點 不符合比例原則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嘛 這個短多出場之後 哇 拜他這樣 第一個 多單獲利出場 第二個避開了下殺的空間 是不是 蓋水 是不是這樣 好那重點來了 9月18號 多單獲利出場 我們看到的是9月21號下來嘛 對不對 下來 要怎麼應變嘛 好那 當天其實開低走低 這一根也算蠻 這一根黑黑也算蠻長的啦 那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來 他既然已經下來了 9月21號 8260 買進做多嘛 在當天的9點36分 37分 1分多鐘過後 大概可以成交在50到48啦 那我們就用50來算 那 投票就是這一天嘛 禮拜一嘛 投票如果說用結果就難看啦 你當天開低 你除非一開盤就去空 可以賺這一段 你如果說是 大概在後面去操作的話 大概空間都不大啦 那我們是在當天的8250買進 那當然 歷經了三個多小時的橫盤整理之後 尾盤燒殺有拉伸 八二七零 當然 尾盤出掉的話是可以賺20點 好 我說 我們如果可以賺七八十點 甚至超過100點 我們當然不以賺20點為滿足 所以 那個關鍵於 關鍵是在於哪裡 你要去判斷整個情勢 是不是對 當天做多有利嘛 如果說隔天還有高點 那是不是要留倉的問題嘛 那 這是在臨尾盤 9月20要臨尾盤的時候 1.6分 入股強勢 當天的入股漲了這個接近2% 預判台股已經充分反應 每股下跌 禮拜一你很清楚 美國 不論是道權或納斯達 大概都跌1.5% 南台也跌1.5% 我們盤中跌了2% 收盤跌了1.83% 我認為已經充分反應每股下跌 而且摩台不弱 頭邊你看 下面這個是摩根 摩根在當天的早盤 其實有一度沒有破低 這上面有破 他沒有破 他其實就已經很抗跌了 然後尾盤先過早盤反彈的高點 摩根率先過早盤反彈高點 而且尾盤價差收斂 這是我們判斷的依據 也就是說 在9月21號臨尾盤的時候 我除了看第一個國際股市 陸股 還有看台股的盤勢的反應的狀況 還有看什麼摩根 是面面俱到 所以 留倉嘛 留倉嘛 所以朋友你看 我也可以這樣子 賺20點就跑了 可是我說 你真的如果只是為了1.20點 你不用來找我 你自己做也可以 我說真的啦 可以賺7.80點甚至100點 你就不要以20點為滿足嘛 所以我們當天 8250買進留倉之後 是不是讓你看到9月22號 欸 真的啊 有80點嘛 有80點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8250是不是 在9月21號 這禮拜一買進 禮拜二就是昨天嘛 你是我的會員很清楚嘛 我們都在臨尾盤的時候 然後 獲利出場 頭部又是獲利出場 9月22號在這邊 獲利出場 欸 又避開了一根中藏黑 頭部你看 我們第幾次了 9月18號是不是上禮拜五 你聽嘛 牆短多嘛 這段嘛 欸 避開 避開 這邊做多 然後呢 這邊出掉 欸 又避開 這個是不是才是 最棒的一個操作 你聽我的意思嗎 當然我知道你會問啦 張老師 你怎麼不在這裡空 怎麼不在張空 欸 我說真的沒這麼厲害啦 你看喔 9月18號當天算很強耶 你敢在他挑戰新高的同時這邊去空單流倉 你不要騙我 你不要騙我 好那昨天也一樣嘛 昨天他在高檔啊 你要空單流倉 你除非有一個下殺嘛 可是昨天他就是撐在高檔嘛 不可能馬上反手放空嘛 敢有這麼厲害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至少 第一個 我們該短多 就短多 該出場就出場 那個操作的 都依照該有的動作來做 那該有的轉下來轉下來 又避開又避開 這不是很好嗎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那昨天我說為什麼要出掉 我說我看到一個現象 兩個現象 這個叫量 你量比前一天還少 我就覺得 你沒有 就 心在拉啦 你是有反彈沒有錯 然後呢 原本我們的規劃是說 禮拜一重挫下來 有機會去 去先來到這個頸線嘛 可是你看他昨天 連這個頸線都沒來摸 其實沒有預期中的牆 所以我們就是 出場 破例 放口袋 破例放口袋 不然這支又出來了 還要怎樣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重點來 頭部 你看喔 今天下來了嘛 牆短短多 牆短多 都有獲利出場 那當然你說這兩根長 那真的不會互因應 你有像我們這樣子的操作技巧 就已經很厲害了啦 因為你看嘛 第二十天 第二十天你不可能在當天 又禮拜五去留空單嘛 你要賺這個 我覺得有難度啦 因為原本的計畫是二十一天在高檔要K他嘛 沒想到他開地走低嘛 那開地走低 充分反應 那當然我們牆一段短多嘛 可是昨天又 算是 尾盤他算是強勢 還在高檔 你也不可能馬上 反手去空嘛 所以這兩根是有點意外 但是你看我們的多單有沒有 獲利落貸全身而退 見好就收 這才是重點嘛 你聽我的意思嗎 因為很多操作的面向是 那個狀況會有不如預期的時候 不如預期的時候 那就是挑戰一個分析師 或者一個操盤者 靈機應變的能力 那你看我們的應變 該出 該做多 該出 該做多 該出 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聽我的意思嗎 好 那重點來了 從高點會四天嘛 這又是月線嘛 對不對 明天面臨五天 我認為是有短轉折的機會 特末你看這一波的反彈 他的回檔你看 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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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 你說兩天要馬上跳到八天 十三天 要整理八天到十三天 我認為是 有一點長啦 五天其實是剛剛好 好 那 我們上次說 在8488的指標是91.65 然後這邊的指標是88.8 高點時候的指標並沒有背離 所以我認為既然指標沒有背離 他就具有還有挑戰一次高點的機會 因為如果指標跟大盤不會同時到頂的話 那他應該就有機會 如果說照這樣去規劃的話 明天又面臨了短轉折 那是不是一個機會 然後你再來看 這個叫三十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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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禮拜五搶完之後落袋 禮拜一搶完之後 昨天落袋 那是不是這一段 這一段之後 咦 明天又是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 昨天有真的啦 趕快跟上我們腳步 你可以利用我們中秋節的好禮優惠 這是一個加碼 加碼送的一個優惠 不要錯過了 或許明天那個買點 最佳的做多點位就出來了 那讓我帶領你 該賺的真的要賺下來啦 不要在這邊再乘再浮 跟這個盤勢一樣 忽上忽下 你都搞不進度方向 這樣也不太好 好不好 那三半場時間到 經濟通討好之後 我們再回來分享 吹起聽啊 請用起聽無分之 無分之 無好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固德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固德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固德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發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冷靜 Choose your own line 鵝排氣密床 潤太進攻 創新建築 甲山林乘上乘 壯力落成 城屋玉受腹 大戶輕鬆住 20分鐘直達台北101 長庚正對面 金電面開放逾越 甲山林乘上乘 對線乘默 2431-5858 歡迎回到現場 我今更正 我這禮拜的車標其實都沒有變 本週關鍵要看路股 小朋友來看 這是9月21號的上陣指數 當時後的月線 扣在這邊 禮拜一 禮拜二 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都是第一檔 所以他還有兩天的時間 其實他有機會去做表態 我們來看 我們再把上陣指數把它叫出來 好 小朋友你有沒有看 他現在在這邊 今天是收上引線的黑K 或許你覺得說好像很不好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短的 3128 3137 3131 3127 50 20 50 月線 三條 糾結 那糾結之後 會有一個方向出現 那我認為 以現在的時間點來講 月線扣這邊 明天後天 他既然扣低檔 本來就是對多方有利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那更何況 雖然今天是黑K 第一個 他有沒有破禮拜一的低點 沒有嘛 第二個 他有沒有破上個禮拜 中藏紅的低點 也沒有嘛 所以你不能說 陸股已經掛點了 雖然說歐美股市 的確在最近的行情過程當中 他比較弱勢 但是我說 台股的方向要看多 包含了選股的方向 看美國看中國看政策 歐美最近比較弱 可是中國如果說 上陣指數在明天到後天 他有機會用中藏紅表態的話 那我認為台股大概啦 修正的這幾天應該就差不多了啦 那後面就是看政策嘛 頭部你去思考一個東西 最近不是 之前啦 那進空令嘛 平盤以下不能放空嘛 可是 是不是最近他已經取消了 那你要去反向思考喔 為什麼 他敢取消 因為過去兩次進空令 包含了1998年 進空令實施之後先反彈 後面再破底 2008年金融海嘯先反彈 後面再破底 可是那是架構在 他都沒有取消進空令 這次他敢取消 你是不是應該要 更深層的去思考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他會不會架構在 他是為了要醞釀 仰空又空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規劃很重要 包含了個股的選擇 所以頭部你看嘛 既然我們跟大家講說 上陣指數很重要 那上陣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從很多 跟中國有連結的個股 你就可以虧出一二 這個叫藍天 噴出去了嘛 他現在在整理 可是算強勢喔 當然我不是要你去追藍天 我的意思是說 跟中國有連結的 最近也有蠢蠢欲動的現象 所以我說 同樣如果說都是十一 長假受惠 時序也來到了十月喔 對於中國 那是一個大的一個假期喔 如果有一檔股票 受惠於單獨二胎 你要考慮到 中國大陸有十三億人口喔 這個單獨二胎 他又做銅裝了 會不會後面有爆發力 剛剛突破下降壓力線的時候 我提醒你 本益比只有九點五倍 講完之後隔天 收最高 有沒有 然後在禮拜一大盤重挫的時候 他開低走高 收平盤 昨天 又創新高 這是今天 再創新高 有沒有盤勢是連四天回喔 可是你看 這檔股票是這樣喔 最近一個禮拜他是創新高喔 另外一檔中概百貨 還沒有到景縣的時候 我提醒你 因為他已經有底部 的雛形出來了 本益比更低 中概百貨 話講完 隔天9月18號亮燈 跟你講的時候在這邊 是不是就出去了 禮拜一大盤重挫他拉回 我說是機會 強勢股你就是要等 拉回的時候去進 如果你不進 抱歉 又創新高 這是今天他的走勢 他還是收紅喔 所以你看從這兩檔股票 一檔創新高 一檔又收紅 那是不是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東西 來 他是不是有機會 所以同學你看喔 為什麼我們第二次買回 上陣2S 9月21號9點47分 買在283嘛 這邊都有2828可以買嘛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買完場0.9 這是昨天 漲了7% 收在3026 同學你看喔 今天他跌我也是拿來跟你講 今天收多少 2869 還在我們的成本之上 我們還是獲利續報中 因為 同學你去看喔 這是第一次 247到30 247到30 就是賺哪一段 來喔 這一段嘛 第一次來到月線 你要尊重 不是這樣 可是第二次呢 均線糾結了嘛 均線糾結了嘛 所以 我們為什麼敢買在這邊 為了就是等待那一根中長紅的突破 我預計 明天到後天應該有機會 因為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嘛 他並沒有破支撐嘛 上陣指數嘛 有沒有 這個也沒破 這個也沒破嘛 你只要守好防守點 淨帶他出去 那該賺的就可以賺下來 感謝 那當然 節目的尾端我還是要提醒你 月線已經到了 五天 明天是短轉折 如果指標他沒有背禮 還要再創一次高的時候 我們的多單 兩次都獲利落單 那是不是明天又是另外一次機會 那你要不要好好把握 跟我們一樣 上車的機會 好不好 那中秋節的好禮優惠 趕快跟我們現場服務人 來做聯繫 最後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好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氣疼 請用氣疼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其貨股票雙振兆 啟股雙贏 啟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禁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貨股票雙振兆 騎股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我是說好 要一輩子在一起的嗎 你怎麼可以離開我 對不起 對不起 森田藥莊